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乌克兰方向的最新消息 首先是波兰 波兰今天已经正式宣布 波兰国防部表示 已经允许乌克兰方面使用波兰武器攻击和本土 现在德国方面 德国的外交部 外交部包括舒尔茨的藩人 其实都证实德国现在是倾向于乌克兰使用德国武器打击俄本土公标 德国的舒尔茨的秘书 说乌克兰的防御行动不仅限于本国领土 可以延伸至侵略者的领土 这就是俄乌战争将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如果北约的武器可以攻击俄本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具体打击的目前乌克兰方面拥有的北约武器打击的范围 包括导弹型号 无人机打击的范围 未来F-16战机如果进入到乌克兰的话 包括泽连斯基 他现在在比利时访问 也会见了比利时方面F-16战机的飞行员 比利时总理也重申 年底将向乌克兰提供首架F-16 28年前将交付30架F-16 包括荷兰 丹麦也将向乌克兰提供F-16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已经警告北约 F-16战机进入乌克兰 俄罗斯方面将用核武器进行反制 也就是F-16可以携带核弹的 那么俄罗斯对待F-16 是按照核武器来进行反制的 那这个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和整个北约 这个冲突的升级 因为攻击俄本土的话 攻击俄本土 那么俄罗斯是可能会攻击 北约的这些基地 特别是北约境内的一些基地 你可以看攻击俄本土这个范围 远超莫斯科了 可以攻击到北极方向都可以 那未来我还是提醒在俄罗斯的华人 现在 北约的这些武器是可以攻击到莫斯科 攻击到俄罗斯这个境内纵身目标 在莫斯科的华人也要注意 未来可能莫斯科会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甚至遭到导弹 北约的导弹的奇迹 整个战争会完全升级的 因为现在波兰已经批准了 俄罗斯方面今天也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了空袭 那么俄军呢今天是出动了突击武啊 以及无人机 从这个 太史图上大家可以看一下俄军的攻击的几个方位 打击的地点呢 包括 赫梅利因茨基 这个军用机场 赫梅利因茨基 另外文尼查 另外米格三腰发射了匕首高传手的弹 波尔塔瓦 康塞诺夫机场都发生大工爆炸 另外呢 哈尔科方向也发生爆炸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哈尔科夫爆炸的一个情况 哈尔科夫的 马来亚丹尼洛夫卡 包括图书馆 体育教学楼 还有这个医院都发生爆炸 可以看被完全摧毁 这次打击的主要还是乌军的一些兵力集中 集中点 包括一些顾文兵的集中点 主要是在校舍 在一些学校校舍进行部署 这是哈尔科方向 克里米亚方向的今天呢 乌军的使用无人艇攻击了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的交通部长报告 击退袭击时呢 有两艘渡轮一艘 搭载铁路和汽车 这个渡轮受损 上层建筑玻璃被损 没有水手和平民上网 就打击了克里米亚这个渡轮 我的方面也公布了 可以看一下乌克兰的无人艇进行了升级 看到了吗 这个无人艇体积比原来还大 而且上面应该是有这个 卫星定位的一些系统 这个无人艇攻击黑海方向的时候呢 北约还出动了 RC-135W 侦察机 在黑海沿岸进行侦察 另外在扎布洛方面呢 乌军是出动了30架无人机 也对俄军目标进行攻击 RC-135W呢 是美国和英国 共同出动的这个侦察机 英国方面呢 是 R3-135-135W 美国是RQ-4B全球英 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这个主要是进行这个 无人艇啊 对克里米亚目标进行袭击 进行这个导航 另外呢 还就进行侦察 打击效果侦察 另外今天呢 俄罗斯方面的消息证实啊 乌克兰的苏梅 普里斯塔洛沃 乌军第R7 炮兵旅阵地 遭俄军呢 昨天打击以后啊 苏梅地区的R7 炮兵旅啊 他的高级军官叫 奥列格·库里克 阵亡啊 这个布告呢 也是乌克兰方面的发布的 俄军呢 这个27旅啊 俄军表示27旅呢 他部署在离俄罗斯边境 约80公里的 普里塔洛沃村 那么他的这个高级指官的死亡 说明俄军啊 昨天打击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摧毁了乌军 摧毁了乌军的高级指官 R7旅呢 他部署有海马斯 还有M142 那说明俄军的导弹 摧毁的是在苏梅边境部署的 在这个位置 在苏梅边境地区部署的 美国的海马斯系统 R7旅 这是今天的一个 那么大诺尔西亚方向的情况呢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昨天下午呢 俄军呢 在大诺尔西亚卡方向啊 实际上呢 发动了这个突起行动 俄军呢 现在夺回了去年夏天 失去的几乎所有的阵地 旧马悦尔斯克方向 坦克呢 沿尔西亚图沙亚大街 和舍普勤克大街 发动了这个坦克攻击 俄军武装兵呢 在旧马悦尔斯克市中心 大幅推进 那么现在这个旧马悦尔斯克北部 被俄军解放 这个消息已经传来 所以旧马悦尔斯克方向啊 俄军现在应该是完全控制 边上的这个乌罗扎尼 乌罗日内 目前的这个状况呢 还是比较激烈 那俄军现在逼近呢 没落吉日纳亚大街 乌军部队从马卡罗夫卡一侧 补给线被切断 这是乌军失去旧马悦尔斯克西部 地区的一个原因 在该地区东部啊 第218坦克团的俄突击部队 沿古格里向和莫克里亚压利河 向北推进 过去48小时 该地区推进 俄军的突击部队人数啊 已经超过数百人 而且俄军呢 加强了在乌罗扎尼啊 纵深目标这个轰炸 轰炸里头 所以俄军现在在乌罗扎尼啊 就马悦尔斯克 现在是整体向前推进 速度非常快 那目前呢 俄军呢 是推进了约200米 呃 这个向战呢 还在继续 而且乌罗扎尼方向这个作战啊 乌军是使用了这个美国的 阿伯尔姆斯主战坦克的 所以这个方向 战斗是非常激烈的 旧马悦尔斯克方向呢 它的北部啊 旧马悦尔斯克北部 大家看啊 实际上也是红军村 这个旧马悦尔斯克方向 也是敦尼斯克宪法边界 那么俄军现在围绕着这个 旧马悦尔斯克大诺尔奇尔卡方向 那么现在正在集中在库拉霍啊 大家看库拉霍方向 包括红军村方向 奥切利尼方向 是整体 整体一个潜压的态势 那么库拉霍方向呢 今天的这个 马林卡一线啊 俄军现在的突击部队 正在库拉霍南部 格里格洛夫卡这个方向啊 准备发动新的攻击 所以库拉霍外围的战斗 很快开始 那么库拉霍北部 谢利多 大家看乌军这几个重点 谢利多 库拉霍 大诺尔卡 北部的西利多 俄军的部队呢 昨天呢 是在 卡尔罗夫卡方向 在这个方向取得这个突破 那卡尔罗夫卡方向这个作战啊 截止今天的情况 俄军呢 现在在卡尔罗夫卡并没有大公门发生巷战 俄军的目的呢 是要攻击乌曼斯克正面 这个方向正面是亚斯诺布多罗夫卡 在这 亚斯诺布多罗夫卡方向的乌军 在乌曼斯克正面防御 那么他的后方呢 就是这个 卡尔罗夫卡 俄军呢 现在攻击 是绕到他的后部 如果俄军能够切断他的这个渡河点 大家看这是水库 切断他的渡河点 完全占领卡尔罗夫卡 南北几个主要的这个渡河点的话 那这个乌军他就必须后撤 不然会被俄军包围 所以俄军 这个进攻卡尔罗夫卡的目的 不是为了占领卡尔罗夫卡 卡尔罗夫卡其实他不是什么 特别重要的城市 他是可以绕过去的 从北部也可以绕过去 俄军的目的是 解放乌曼斯克正面的这个 俄军阵地 看到了吧 所以这才是现在俄军攻击卡尔罗夫卡的原因 昨天的战斗呢 俄军并没有进入市区 进行大空门的这个巷战 俄突击部队 沿南岸北岸 沃迪 沃迪 但俄军快速地向 亚斯诺布多罗夫卡方向 乌军的渡口 补给线 发动攻击 所以俄军昨天的进攻呢 并没有在市区进行巷战 而是向北攻击 他的这个补给线 特别越过这个水库 需要几个重要的补给线 和渡口 这是俄军昨天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俄军在整个 顿涅斯克宪法边界 红军村 包括大诺西尔卡 这一线 就是乌军现在在 顿涅斯克的这个西部 最重要的几个据点 大诺西尔卡 俄军现在从旧马越尔斯克 开始攻击 沃迦尔 库拉赫 西里多 现在都面对 俄军的开始 大规模的这个集结 那么北部 红军村北部 恰索亚尔方向 包括吉尔任斯克方向 也被包围 从整体看 俄军现在在整个 顿涅斯克 顿涅斯克战场 俄军的现在这个 正在向西部 向西部 进行潜压 这个非常明显 那么实际上就是要 到达顿涅斯克 宪法边界 看到了吧 这条曲线 也就是要解放 顿涅斯克的全境 我觉得这个普京啊 他现在这个 给总参部作战命令 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要在今年 解放整个的 顿涅斯克 宪法边界 完成顿巴斯地区解放 俄罗斯方面 现在整体作战 根据总参部 还有战场的态势来看 是符合这个 普京的整个的 作战计划 今天的还有一个消息 瑞典 瑞典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 13亿欧元援助 其中包括呢 萨博的340B 叫ASC890预警机 这个预警机啊 它实际上呢 可以覆盖 俄罗斯这个边境地区 和纵身目标 这个预警机 未来可能会配合F16战机 对俄境内进行打击 它的碳碎距离达到400公里 那乌军接收F16战机以后呢 可以利用啊 它的这个 瑞典萨博的340B预警机 对俄纵身目标进行袭击 那这个萨博预警机呢 乌克兰方面是无法操纵的啊 也就是说瑞典方面 应该是派瑞典国防军 瑞典国防军 进入到乌克兰 来操纵这个预警机 所以也就是说 实际上北约的战斗机 预警机 导弹 已经全部在乌克兰参战 而且要攻击俄本土 那这个战争很有可能会升级 今天的俄罗斯方面 已经发出了这个核威胁警告 因为攻击俄本土的话 俄罗斯是一定报复的 但是现在看北约 特别是 法国和德国 甚至像波兰 这些国家 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后续还要看俄罗斯方面如何应对 俄罗斯方面在 加林格勒地区是可以反制的啊 俄军也可以在加林格勒地区 对柏林 对吧 对瑞典的斯德戈尔摩 看到了吗 也可以进行反制 包括俄军可以部署 战略轰炸机 也可以部署这个战术 后期 所以现在来看呢 俄战场这个局势是在逐渐升级的啊 我呢会持续关注啊 未来 东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方向情况 后续有更多消息呢 会第一时间